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做的这个年终退休军工教的年终慰问金 我们政府的立场你有没有改变过 我跟黄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在座各位委员一起报告一下 这个从10月23号我们在这边跟蔡锦隆委员对话的时候 到我们对退休军工教人员年终慰问金的态度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的讲法都是一致的 我都是说这是每年订定的注意事项 中国立法院通过预算 所以我们今年要订这个注意事项的时候 我会考虑国家财政的状况 那原则上我们对于有一个原则就是照顾弱势 以及这个对于忠良 我不太愿意用忠良这个字 因为好像其他人不重量一样 那我常常讲就是说对国家曾经有过重大牺牲的人 这两类人士我们一定会加以照顾 从10月23号那天讲的 意思误讲的很清楚 到现在都是一样的 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 那么昨天晚上10点多 行政院还发了个新闻稿 指出 这个还是要看立法院 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立法院到时候对于行政院的这笔202亿 或者是192亿的这个退休军工教的年终卫文金 他的这个预算没有删除的话 你们还是照全部来执行 就在定定注意事项的时候 就不定定这个规定了吗 不是这样子 我想昨天那个其实基本上不叫新闻稿 我们那个前面写的是背景说明 背景说明 就是让一些记者朋友 或者外面这些大众 来了解一下 从过去到现在的过程 比如说开始第一段就讲到说 为什么我们那个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 过去我们都没有讲 这是每年定定 然后就还有人说 我是11月10号才讲说每年定定 那我就误会很大 那实际上我刚刚跟委员报告过 我在10月23号那天 第一次在这边谈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这是每年定定的注意事项 没有错 所以特别讲说这个东西是 所以这是一个背景说明 那如果说立法院到时候 我刚刚讲了 到时候没有删除这笔预算 没有删成10亿 或者说10亿多少 这个尾数不知道了 如果没有做一个删除的话 你们还是照原来的案子 执行 不定不另外 在注意事项定定的时候 不设下这两个标准 我跟黄委员报告 第一 我们要考虑说 目前每一个委员会在 审查预算的时候 对于这一点 几乎都是一样写法 就是交付协商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必须要跟党团 表示密切的联络 所以这是一定的 我想政长政治运作是这样子 所以行政院的态度 府院的态度没有确定 所以到时候 才会有这个交付协商吗 所以我刚刚讲 第二 第一我们很确定 那第二 我就刚刚讲了 从10月23号到现在 我们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就是我们要照顾弱势 我们要照顾 一些对国家 曾经有过重大牺牲的人士 院长 如果到时候我刚刚讲 交付协商 经过删除通过的预算版本 里面没有删除的话 你要怎么执行 行政院要怎么执行 这个我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 一定交付协商 我们一定会跟党团 保持密切的联络 所以你还是不能够承诺说 你会照您 10月23号所说的 那两个标准来执行 我想10月23号那些 整个的 我说法 如果黄委员可以去 看一下 我有两段文字 第一段就讲说 今年定注意事项的时候 我们会照顾这两类人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后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 这至于其他的人的话 因为蔡文提到 有些比较 收入多的怎么办 我说其他人的话 不属于这两类的话 我说我会建议 人是行政总组 不要列入这次注意事项 好 就是说 因为你讲的 您讲的这个部分 你讲的这两个 就是说对于这两类的人 比较就是要照顾 对于其他的人 你会建议人士 行政总组 人士总组 不要列入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前提的 没有前提 不管立法院通过的预算是多少 不是 这个整个过去的做法 一向是这样子 就是说行政有编列预算 然后 我知道 我知道 在这个立法院 通常在过去十年看 我们看的话 大概大概都是一半一半 就是在立法院通过预算的之前 或之后几天 之后几天 当然是因为预算通过了 有时候之前 大概是因为说年关很紧迫 所以要提早发布 而且那个时候预算的 大家的共识已经差不多 院长 通常这笔年终委员金 跟一般公务人员年终奖金 都是在过年前十天发放 是吧 所以注意事项通常在过年前 一个月发布 通常是这样 一个月发布 然后前十天发放吧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这样 对 那如果过年前一个月的话 那就是今年的1月10号左右 发布我们这个 定定事项的 这个注意事项的办法 然后前十天开始发放 这会进去户头里面 是应该作业 依照作业的程序 应该是这样 所以说 时间上已经蛮急迫的 到1月10号 那个时候立法院还在会期中 如果还没有通过这个预算 你这个注意事项办法 怎么 我想我们不要去讲 是说1月10号 是不是还在会期中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按照 你刚刚不是讲说照网例吗 照网例啊 立法院通常会演会的 我想在立法院 通常处理 意思很有效率 照理说这个 按照宪法走是正常的 按照宪法总是正常的 是按照宪法 立法院是有权延会的 那当然 好 另外一个问题 过去其实也非常多 北面院的同仁 请问过院长 关于三个月要订定这个 劳保 劳工保险条例的这个改革 请问院长 是只有劳保 这个三个月的几天 只适用劳保吗 还是其他的 这个保险的改革 也一并会提出 对 我想黄委员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我在立法院承诺是说 那天那个 李坤哲委员是讲说 希望你一个月订出来 把它提出方案出来 那个是劳保 我那天告诉他说不可能 对 即使劳保也不可能 但是我说因为 过去我们金建会 以及劳委会 对这个问题对我研究 所以有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说我们三个月 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对 当时讲法是对劳保 但是我后来有补 一句话是说 但是我们也会对 其他类似年金制度的 一些这种规划 这种机制 对 要提出建议 为什么 因为每一种不同的 就有年金给付性质 这种机制 如果差得太远的话 大家会觉得 很奇怪 你是 如果你是这一个member 你如果三个月 只提出老保的改革建议 方案的话 他们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也会对 其他的东西 提出一些 这个基本的建议 因为有些事情 当属于行政院的 所以是老保提出方案 其他的保险制度提出建议 其他去有年金给付 净职的 我们会提出建议 对 但是 有一项 那当然是处于 那当然是处于 纯建议 为什么 因为有些是跟 考试院有关的 那我当然不方便 跟他说要怎么样 但是 这个小组本身会对 劳保以外的一些制度 也会提出建议 依据宪法 您刚提到宪法 院级之间 有一些意见不一致 或是院级之间的协调 是有总统 透过总统 来向 邀请这个 这个 不同院的院长 来做一个协调 您 有打算这样做吗 指请总统这样做 我想一个欢迎报告 通常我们在 院级之间协调的时候 通常部与部之间 就会做协调 对 然后院和院也会 我会找院长 不同的院长 比如司法院的 考试院的 我跟他们先做沟通 是 如果沟通不成的时候 才有必要找到总统这边 那 但是如果说 可以沟通成功的话 我想不需要麻烦到总统 对 那么 如果是这样子 提到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院级的 总统最近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 针对这四样保险 或者整体的年金制度 避免引起社会上的冲击 或是说阶级间 或是世代间 甚至其他的族群间的 一些对立跟冲突 您赞不赞成 如果总统来邀请 国事会议 这样的主张 我想因为国事会议 一定少不了你 如果说找国事会议 总统他来决定的事情 我了解 昨天总统会有做一些初步的回应了 那意思大概就是说 如果说 因为将来任何的这种 规划或改革的话 一定要修法 当然 修法的话 一会到立法院来 是的 那我们还是 所以总统的意思是说 体制内改革 体制内 体制内就是说 我们透过院级之间的协商 然后跟这个 最后还是尊重立法院 最后审议法律的 其实院长我要告诉你 国事会议 应该是在野 不管是在野党 或是民间力量 的一个善意的表示 表示共同承担 这个问题 不认为说 这责任哪个问题 让你自己处理 我们只要负责批评就好了 那既然总统认为说 没有必要 我们也不必 我们也不用强求 这个东西 我干嘛去 拿砖头杂志 提议的人的好意 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理解 提议的人的好意 是有善意的 第二个 总统的回应说 那他要跟在野党领袖 来见面 可是跟在野党领袖 这个事情啊 大到不是执政党 跟在野党 两党谈一谈就算了 就可以成案的 就可以成行的 你还有许多民间的力量 跟公民团体 他不认为说 你国民党民进党 两大党 或甚至于 朝野四大政党 谈一谈就算了 所以说你回到体制内 我不知道 是怎么样回到体制内 对 我相信其实 目前比如行政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包括说 民进党在 也给鬼了 或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找这些公民团也谈的 我想大家都不是闭门造居嘛 当然了 所以这个 我想这个程序 以及应该被执照的对象 大概都会 都会涵盖在里面了 甚至在立法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立法院也可以按照立法院职员行司法 所以朝野领袖会议是体制内吗 朝野领袖会议是体制内吗 不是啊 我刚刚还没讲完嘛 我说立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立法院职员行司法 办一些公听会或听证会嘛 这是一定的啦 这都没有问题嘛 这少不了的啦 至于说 朝野领袖的会商的话 总统说体制内要改革年金 要在体制内改革年金 可是又提到了说 这个问题要 可以 很多问题可以 朝野领袖会议 朝野领袖会议根本就不是体制内嘛 我想跟那个 黄元报告 这就毛分了 总统府的信用稿是把这个是切成两段的 一个他对国际会议的回应 他就说 因为国际会议是体制外的 他就说 希望在体制内的 那对国际会议回应是这样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有很多重要事情 必须要跟这个 跟那个 也包括这个事情 领袖来谈一谈 也包括年纪的 因为那个是总统就任之前 他就一直希望能够跟这个 不同党 党的这个政党的领袖 大家做意见的交换 那当然不限于这样一个事情 这也包括亲民党了 那总统怎么不跟 宋主席先见见面呢 有 其实这个 当时的总统秘书长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印象 他就已经跟这个 透过管道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没有办 没有安排成功了 院长 我还要请问您 就是说这一类的情形 我觉得其实当然很多 是要尊重总统 不是 不是我们在那边可以讲的 算了 只是问题说 不管是国际会议 或是朝野领袖会 其实坦白讲 总统都会事先 也应该要事先咨询你 不会像上次说 总统要一个月内有感 就没有咨询你 不应该这样子的 所以我才会请问您的意见 另外 很重要的 媒体报道 我们的四大基金 亏损很严重 四大基金亏损很严重 很重要的问题 有人说是道德风险 但是道德风险的定义 不是这样子 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整体的 这个亏损严重是去年 没有 今年表现比较好 我知道 就算你把它拉长15年 也比定存高比较多少 不要讲说去年或是三年 你把它拉长到15年 你也比定存高比较多少 也比国外的基金 包括很多外国的退休基金 都效率还差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整个制度 委托代操的制度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请问你有没有什么 防壁机制可以使用 我想我们不要谈防壁机制 应该谈心力 因为刚才您提到说 表现不好嘛 所以应该是心力好 因为您的四大改革 你们有说希望把这个 绩效从三到四嘛 也提过了嘛 不是 我是讲五个元素 昨天有一个就是 它这个绩效问题 其实这个绩效问题 我们不是现在才谈的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去年底我就提过 年初的时候 正式报给总统 有一个跨院的一个小组 为什么跨院 因为全续部那边 对退府基金它在运作 所以我们一个跨院小组 有两院的副院长 当共同召集人 研讨说这些政府基金 怎么让它绩效提升 实际上这个小组 已经运作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今年的绩效 绝对比去年好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今年绩效比去年 你不是说因为大盘因素吗 绩效不好就是大盘 绩效好就是你们 不是 它这个当中间 跟你委外操作的很多 里面规定 比如说你是要讲 绝对绩效还是讲 对相对绩效 其实很多的条款 绝对绩效跟相对绩效 都有待提升了 你刚刚讲说 不要讲说放逼 你邀励是要避免一些人 这个 我想跟方位报告 这不是这样讲 这是你要求那个代操人 是绝对绩效要求他 还是相对绩效要求他 其实那个条款的安排 会影响到他最后的结果 那比如说你要求的相对绩效的话 很可能他会最高抢低 最后这个最后他自己 比如说你将会要求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的这个 这个获利率从来没有被达到过 不管是14%或8% 都没有被达到过 那这样的情形将来 有没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条款 可以刺激他们 或是避免他们乱来 现在在跨院的这个小组里面 其实这些问题都会讨论 在研议中 都会有一个结论 慢慢再改善 多久会有结论 不是 那个方言报告 这个里面 这个契约是有 是